江怡芳亚然 还有人告尹芙蓉 你咋知道的 罗正民说 各级检察院纪委那儿 都有他的黑材料 不用打听 都直往耳朵里灌 既然这样 你干嘛跟他走那么近呢 唉 为了生存呗 罗正民叹息着 他现在是实权人物 还有上升空间 谁敢不为命是从啊 这是位于市中心的一段江道 江水在一个胳膊肘 弯处急转 与穿过市区的别段江道不同 转弯处有一片开阔的江滩 且缓且宽 按照水利厅 那份被搁置的报告上的标示 你见中的家属楼 就在这幅地界 就这儿 走出车子 尹芙蓉准确地为刘坤指出方位 刘坤和他手下的高经理 面面相觑 这里分明是江道啊 面对他们眼中的疑问 尹芙蓉耐心说明 这段江道比别处宽出约150米 如果和上段下段掐旗 再弃一道防洪堤 在他们脚下 刚好可以圈出近两万平米的空地 若是作为房地产开发 这里将成为市区绝版黄金水岸 为支持自己的说法 尹芙蓉还拿出一份新版市区图 老板 我们脚底下还真是旧河道 确实比别处宽处不上 高经理很快在地图上找到位置 刘坤却疑心大声 在江道上盖房子 这娘们儿再拿我开涮吧 这个可以打消你的疑虑吧 尹芙蓉看似不情愿地 拿出那份省水利厅的立项申请 刘坤立刻看出结证 报告并没有通过计委审批 也许 她的价值就在这儿吧 尹芙蓉在袭袭的江峰中 不动声色道 好批 就轮不到你了 高经理在旁边憋了半傻 憋出一句 林经理 据我所知 依照省河道管理实施办法 批肤的可能性 不比登天容易啊 尹芙蓉心里叫着糟糕 碰上董行的了 嘴上镇定道 如果高经理熟读这套 现行管理细则 应该记得其中有一条规定吧 因特殊情况需要扩展 没错 水利厅的立项申请 不足以证明住宅楼属于特殊情况 但明眼人看得出 这只是个含糊的说法 没有明确的范围 就是事在人为 考验的 是看你的操作手法和攻关能力 这么说 你能攻下这一块了 刘坤游游游游游游问道 当然 名字我都想好了 外滩花园 刘坤和高经理听得且喜且惊 当即拦住正准备拂袖而去的尹芙蓉 半请半拽 将之拉到附近一家酒店 尹经理 介绍一下您的操作方案吧 看得出 您有一套成熟的想法 韭菜没上棋 高经理等不及了 拿捏对方一阵子 尹芙蓉建议 由昆蓉公司出马 主动与水利厅接触 寻求合作 还说经他了解 对方原本没有这笔建房资金 起初便是想拿到立项批文 再找合作伙伴 有钱赚钱 没钱赚楼 有人主动找上门 水利厅当然求之不得 这样做的好处 是可以封住对方漫天要价 因为水利厅终究没有批文 尹芙蓉还建议刘坤 策动对方修改立项申请 充分利用旧江道上 那块潜在地皮 把项目做大 这符合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利益 外滩花园 一旦做成本部第一楼盘 大家都会挣得拨满盆满 一席话 尹芙蓉说得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思思入寇 又合情合理 听起来极具诱惑力 问题的关键 在立项 这一关 谁来攻 刘坤眨着一色丛生的小眼 请问 我 尹芙蓉 质地有声道 刘坤大笑起来 他根本不相信尹芙蓉 为区区几张底片 下这么大血本 这并不像他的一项做派 跟你这种人打交道 我不认倒一次写媒 你会善罢甘休吗 尹芙蓉厌恶地瞪着他 强调这次必须一手交文 一手交货 否则他既然敢夸海口拿到批文 也能把他收回去 我只是担心 凭你小小的昆仑公司 有没有够大的胃口 吞下这块肥肉 我做过概算 如果水利厅接受某种条件 无偿出让这片土地 地皮钱你省了 但整个土建面积 按一比一计算 应该在两万平方米左右 所以资金 不会少于四千万 一旦预售不理想 可能会动用更多的本钱 你有吗 要是昆仑公司无力接盘 还是算了 当我什么没说 说完 尹芙蓉饭没吃一口走了 刘昆还是不肯相信 凭直觉 刘总 千载难逢啊 高经理却一直沉浸在 尹芙蓉描绘的蓝图里 我敢说 那片地在市区 再也找不出第二块来 既然前期不搭什么 咱不妨按他说的 先和水利厅接触一下 找不到接洽关系 让尹芙蓉引见 刘昆本来揣着一肚子怀疑 惊他这么一窜的 还真有点活心了 尹锦和和鲁华 在尹芙蓉为他们找的那家装潢公司 没干够三个月就跑回来了 原因是太累 没完没了加班 还有一个理由是 锦和被老板摸了屁股 为此 鲁华跟人家动刀子 按大姐说的 装修业的门道 我们摸得差不多了 看大姐的安排了 一见面 鲁华就把球踢给了大姨子 打心眼里 尹芙蓉很是厌恶妹夫的鬼机灵 但讨厌归讨厌 在妹妹两口子中间 她更看重鲁华和她的小聪明 这点苦都吃不了 你们还能干啥 斥责一番 尹芙蓉把他们叫到办公桌前 也罢 没工夫跟你们计较 谁让我是姐姐了 先看看这个吧 这是一份招标书 尹芙蓉以劳务公司名义 刚刚抓到手的一个项目 是包括团结路和太来街两处 人行天桥的不锈钢管装修工程 再看后面 发包人是尹芙蓉 瑾芙蓉看得一头雾水 鲁华则小心地试探道 该不是大姐 要包给我和瑾芙蓉干吧 尹芙蓉暗自称奇 心想总算没白看中这小子 嘴上说 既然你们有意 可以试试 鲁华大喜 大姐放心 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我担心的是 你们丢自己的面子 尹芙蓉说 接着强调 这是一次考试 考糊了就没有下一次 锦和毕竟在企业干过 忽然提出一意 营业执照 资金 施工人员 什么都没有 咋干 姐姐给他吃颗定心丸 这些先不用操心 回去吃透标书 到时候一切都会有的 锦和这时还想不到 两个月后 他和丈夫用姐姐 为他们借来的营业执照 工程技术源和奢借材料 轻而易举的 在团结录一个工程上 赚了三十万 而他和鲁华 起到的直接作用 不过是充当现场监工 高经理按尹芙蓉提供的 关系线索 以昆仑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名义 连续同水利厅 蔡府厅长接触了一星期 双方竟是你有情 我有意 一拍即合 接下来是真真假假的 误需谈判 水利厅领导班子 为此还专门开过会 最后让了一大步 退手底线 要求昆仑公司 无常见两栋与小区内商品房 同等质量的家属宿舍 一直在前抛头露面的高经理 怎么算 怎么滑得来 乐得跑回公司 向老板报喜 李相呢 刘坤一直戳破高经理脑子里 漂亮的气球 高经理承认 对方把球踢了回来 这是前提 唯有过了省纪委那一关项目 才具有现实性 蔡府厅长私下跟他说 水利厅不是没做过工作 全泡汤了 尹芙蓉那天 可是亲口说过 他有辙跑来批文 见老板没反应 高经理又说 姑且项目成立 他和底下人搞过调查 对岩浆各大楼盘 做了一份统计 平均售价 在每平米三千五百元左右 假设昆龙公司 把外滩花园抓到手里 干两万平米 刨具硬成本 和对水利厅的补偿 毛利润至少有两千万元 刘坤听得很认真 表情像是在听童话 老板 您不会是赚钱摇手吧 我从不相信天上掉馅饼 刘坤说 我在想 这会不会是个套子 看不出啊 尹芙蓉有短 出在你手上 她应该急于摆脱控制才是 退一步说 要是好批 真未必能落到咱们手 刘坤想的是那娘们一直恨他恨的咬牙 几次见面 她都感到了尹芙蓉的极度情绪化 这就是动机 财富厅长要求尽早签约 推掉 等于坐视良机呀 刘坤又想到了资金 他的全部家当只有两千万 吞不下这口大象 高经理举出富豪花园的例子 开发商最初的启动资金 不过区区几百万 现在楼盘市值过亿 仅用了三年时间 下午 水利厅蔡副厅长打来电话 约刘坤见面 刘坤在旁是一高经理 说他不在家 他需要时间寻找其中的破绽 团结路天桥装修工程 决算结果出来 净挣三十万 锦和和鲁华 乐颠颠去找尹芙蓉报喜 尹芙蓉只是瞥了一眼账策 看你乐的 没见过这么多钱吧 锦和红了脸 不到两个月挣三十万 他做梦都不敢想 大姐 甲方的钱已经到账了 你要现金还是转账 鲁华问 尹芙蓉的回答让他们大吃一惊 我说要这笔钱了 我只记得说过这是一次考试 既然及格了 算是姐给你们的奖金 留着置点家底吧 锦和哭了 她原来的最高期望值 不过是能得到零头 瞧你 多大了还哭哭啼啼 尹芙蓉把妹妹搂在怀里 记住 只要肯听话 挣钱的日子在后头呢 别哭了 别哭了 鲁华不失时机上前一步 大姐 下一单 咱们做什么 尹芙蓉的诶